要煮好意粉,有質的橄欖油非常重要 其實在意大利除了傳統的初榨橄欖油外 還有很多種類特別的橄欖油 例如我們今天用來煮意粉的這一款 泡了乾辣椒的橄欖油 就非常適合用來烹飪新辣料理 因為我們今天所用的是乾的牛肝菌 所以要先用溫水浸泡30分鐘 將牛肝菌浸開 大家記住浸泡牛肝菌的水是精華所在 千萬不能倒掉 我們等待大有用處 浸好的牛肝菌 就可以和木耳、紫天椒、煙肉分別切碎備用 不可以吃太辣的朋友 可以將紫天椒的辣椒紙去除 炒料之前我們先煮好意粉 大家記得煮白成熟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等下還要回鍋 我們先煎煙肉 煎煙肉不可以心急 既要煎到香口又不可以過孔 煎到乾身後我們就可以夾起備用 記得保留煎過煙肉的油 用來炒牛肝菌、木耳、紫片椒和乾辣椒 炒出香味後可以用適量的海鹽調味 然後加入泡椒、橄欖油 和花椒油來增加麻辣的風味 最後將意粉和煙肉回鑊 再倒入剛剛浸泡過牛肝菌的溫水一起炒勻 讓意粉充分吸收各種風味 上碟前各位可以根據自己對於麻辣的喜愛比例做最後的調味 我自己就喜歡辣多些 所以我再加多一些辣橄欖油 不知道你又喜歡麻辣還是辣呢?